包盒技术在药物质机里面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而且β荒物金是应用最高的包盒材料之一 这种材料主要特征就是分子中它有一个空穴结构 足以将刻分子 也就是我们的药物容纳在其内形成一个难转的形态 就像这样 药物经过包盒以后龙解度会增大 稳定性会提高 液体药物可以粉末化 可以防止挥发性成分挥发 掩盖药物的不连气味或者味道 调节示范速度 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降低药物的刺激性和毒副作用 简而言之就是能够使得药物更好的发挥作用 对于包盒技术其实构成上是很简单的 药物包盒材料免部分组成 合起来就是包盒物 我们前面提到的β黄胡金 就是我们常见的包盒材料之一 但是包盒材料它不只有β黄胡金 而且它的质身也有一些缺点 所以目前的药物之间里面的包盒材料 有很多常见的包盒材料 为黄胡金及其衍生物 这是一个黄胡金的结构图 像不像一个瓦 对于黄胡金 是淀粉用氏碱性芽巴杆菌 培养得到的黄胡金葡萄糖 转化酶的作用下形成的产物 结构是这种的中空圆筒形 常见的有α、β、γ三种 其中就以β黄胡金为最为常见 在相互对比下 β型的结构和理化性质是最合适的 β黄胡金的衍生物 就是为了改善β黄胡金 自身存在的某一些缺点 比如说龙解度较低的问题 对β黄胡金进行结构修饰 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性能 所以β黄胡金包盒物 到底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要花功夫去修饰 去把药物包在里面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药物的性质 比如你会遇到像巴比陀类一样 男龙的药物 我们会通过包合来改善药物的龙解度 又比如说像橙皮挥发油这样 它可以挥发 你可以保护它 防止成分挥上 等等等等 都是为了改善药物为目的 出发进行设计的包合制纪 那么我们针对不同的药物性质 我们就需要选择不同的β黄胡金 包合物的制备方法 方法有很多 但是有规律 简单来说 一般用来制备黄胡金包合物的药物 都是男龙性的药物 非解离性的 小分子物质 常见的方法有 第一种方法是饱和水溶液法 把这个黄胡金 它先配成饱和溶液 再把它药物给加进去 混合30分钟以上 使药物和黄胡金起包合作用 形成包合物 这种方法比较简单 那么第二种方法是研磨法 那么将β黄胡金以2-5倍的水混合 盐匀加入药物 充分盐成糊状以后 低温干燥 用有机溶剂进行洗干净 干燥就可以得到 那么第三种方法 叫做冷冻干燥法 那么这个方法是用于包合物 易溶于水的 但是在干燥过程中 它是不稳定的药物 所以它的成品会比较疏松 溶解度也会比较好 可以用于什么呢 粉蒸剂 那么第四种方法呢 是喷雾干燥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适用于这些 男龙性的 输水性的药物 用喷雾干燥法呢 用来制备包合物 那么干燥温度会高 那么瘦的时间会短 那么效率会比较高 首先要明白 什么是固体分散体 简单来说呢 它是药物以分子 胶态 微晶等等状态 均匀分散在某一个固体 载物里面的 所形成的一个体系 所以以前像我们所学的 这个颗粒机的时候呢 一样 颗粒机呢 它可以制成这个 片剂 胶囊剂 同样类似 那么其实呢 固体分散体 进一步可以加工成 这个胶囊剂 片剂 软膏剂 注射剂 等等 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直接把药物分散 在固体辅料中 比如说像 淀粉 可不可以叫做 这个固体分散体呢 不完全对 因为我们制成 这个固体分散体 它是有一定的目的 比如说为了缓控式 那么固体分散体的 这个容出速率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所用的载体的特性 根据药物在载体中 分散的状态不同 那么固体分散体呢 又可以分为三个种类 那么第一个呢 是简单低贡龙 混合物 那么第二个呢 是固体农液型 那么第三个呢 是共成电型 目前常见的这个载体呢 有以下几个类别 那么第一个是水溶性的 代表性的有PEG 也就是这个聚域氢类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PVP 也就是聚域酮类 还有表面活性剂类 比如说我们以前介绍 这个薄弱沙姆188 那么第二大类是 蓝龙性载体材料 代表性的有这个纤维素类 比如说这个乙极纤维素 那么第三类呢 是长龙性载体物质 代表性的有这个纤维素类 比如说这个磷板二甲酸 缩冰甲纤维素 所以根据所用的载体的不同呢 可以获得以下几种 这个缓式固体分散体 那么一类呢 是以极纤维素缓式固体分散体 那么第二类呢 是这个聚饼锡素质 缓式固体分散体 那么第三类呢 是长龙性材料固体分散体 第四类呢 是聚域氢类 PEG缓式固体分散体 第五类呢 是纸质缓式固体分散体 固体分散体呢 其实是一种中间剂型 可以根据需要 来进一步来制备这个胶囊剂 片剂 等等其他一些适合的剂型 固体分散体呢 它常见的这个制备方法呢 有以下几种 那么第一类呢 是这个龙龙法 那么第二个呢 是这个龙剂法 那么第三个呢 是龙剂加龙龙法的这个结合 那么第四个呢 是龙剂和喷雾 或者冷冻干燥法 那么第五个呢 是这个研磨法